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捉拨的rate 就是捉拨的率 假设我们选择三分之一 那它是这样工作的 对于任何一个训练 假设我们是用剃度下降法来训练 假设我们是用随机剃度下降法 就每次呢我是有一个训练数据 假设我是一个分类问题的话 就是对应的X和Y 从训练数据中拿出一个训练数据 一个训练数据点 对于这个训练数据点 输入这个网络进行训练的时候呢 我假设这个网络里面有三分之一 我就不会三分之一嘛 在这一层里面 这个银行层里面 我假设有三分之一的银行层的接点 被drop out 就不存在了 那原来的这个具有三个银行层的 神经网络就变成了只有两个了 那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 就变成了下面这个结构 就是两个输入层 两个隐藏层和一个输入层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对这个数据点进行训练 然后先是向前推进 得到结果 然后根据这个结果和真实结果的误差 误差反向传递 来调整这些全值 好 这个训练结束以后呢 我们又选择 随机选择另外一个训练的数据点 然后呢 再对它进行训练 这一次训练的时候呢 因为dropout三分之一嘛 我又随机从这个隐藏层的 这个 选 这三个中选一个 然后把它dropout 就像这次假设我们选的第二个 就假设这一个节点不存在了 那这个神经网络又变成这样的结构 就是隐藏层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节点 还保证 第二个节点消失了 我们对于选中的这一个训练数据呢 使用这样的网络结构向前传递 然后呢 找到它的输出和真实输出的误差 误差反向传递 来调整这些全值 然后对它进行训练 训练结束以后呢 我们再从训练数据集中 找一个训练数据点 然后呢 根据这个dropout的瑞三分之一 从隐藏层的三个节点里面 随机的去掉一个隐藏层的节点 使它的网络结构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保留第一第二 去掉第三个隐藏层的节点 然后呢 把这个训练数据点 你只是输入这个输入层 让它向前传播 得到输出层的值 然后根据输出层的值 和实际值的比较 让这个误差进行反向传播 来调整这些全值 所以说总的思路呢 就是说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根据我们的dropout rate 随机的在那个 印含层的某一个节点上面呢 按照dropout rate 把某些节点dropout去掉 但感觉就像它们不存在一样 在这个前提下呢 对它进行训练 然后对于不同的训练数据 选择不同的dropout的 那个节点 根据dropout rate来选 然后训练好 最后呢 dropout的训练 在使用dropout的训练 结束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恢复成 原来的样子 再使用它 比如说 训练结束以后 我们实际上 要使用这个网络的时候 我还是使用整体的网络 而不是使用dropout的网络 只不过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使用了dropout的网络 那你想想 我们使用的输出 是要跟真实的输出一样 那我实际使用的 训练的时候使用的节点呢 没有使用所有节点 只使用了部分节点 为了使在使用部分节点的情况下 输出还跟我想要输出一样 那要证明我的全值是相对于 倾向于变大了 对不对 那真实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系数叫乘以这个dropout rate 如果是dropout rate 不是乘以dropout rate 这要改一下 乘以以减去dropout rate 如果我们这里dropout rate 是0.3的话 我们就要系数乘以 这个要改一下 以减去dropout rate 也就是说 原来我们就靠0.3 我们就要对每一个全值 都乘以0-0.3 0.7的情况下 但我们的测试数据 传入输出层 经过影响层 得到输出层的值来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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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